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4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JPEX案 今天再有新進展 牽涉TVB的藝員 都說中被捕 據報TVB是極速出聲明割席禁制 就說不關我事 情況如何的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這宗案件越來越多人被捕 這次竟然牽涉TVB的藝員 另外亦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提及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被捕人鄭俊熙是無線藝人 TVB回應說了解當中屬於個人行為 報導的內容看到 TVB藝員鄭俊熙今天 因為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事件 被警方拘捕 警方相信他是犯罪集團成員 並在元朗南坑村 拖走一格價值180萬港元的白色保時支 相信是犯罪得到的財產 事件震驚娛樂圈 連TVB也極快速發出聲明 TVB回應事件說 就著藝人鄭俊熙的事件 企業傳訊部回覆傳媒查詢 就說對於這件事 正在了解當中 重申相關的事件 屬於個人行為 並不代表本台的立場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TVB出聲明快過光束 突然之間出聲明說 這件事我們在了解的是 他的個人行為 與本台的立場無關 或是覺得剛剛正正 據報鄭俊熙是TVB新一代的藝人 亦說他參與不少TVB近年的電視劇演出 突然之間被捕 佳欣說他是JPASS詐騙集團成員 這個指控相當大 另邊商亦說相關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JPASS案今天再拘捕兩個人 TVB藝人鄭俊熙涉嫌串謀詐被捕 話說他都很喜歡 IG帶了涉案的保時折 而他的Youtube頻道 經常說閉圈的消息 報導的內文提到 據了解商業罪案調查科 在今天屯門區拘捕了一個28歲姓劉的男子 是詐騙犯罪集團成員 另邊商在大埔再拉多個姓鄭的男子 據了解這個被捕人正正是鄭俊熙 他被帶上黑色頭套 帶到元朗南坑村協助調查 另邊商警方拖走了這部保時折 據報保時折的車主正正是鄭俊熙 買入這部車的價錢約140萬元 據知他把車停泊在南坑村 朋友那裏翻查鄭俊熙的IG 限時動態 他在一年之前已經多次上載這部保時折的照片 話說鄭俊熙曾經在澳洲悉尼主收傳播殼 2017年加入第29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 畢業過後加入無線電視 他曾經在今宵大廈飾演橡膠人 又在18年後的終極告白裡飾演少年版的陳山聰 也曾經擔任安樂窩的固定主持 2022年無線推出全新綜藝節目 七線人氣王 鄭俊熙是其中一位主持 主要講七線藝人的新宣史 鄭俊熙在2023年5月 開始個人的Youtube頻道 一共上載了9條影片 內容全部關於幣圈大使 投資加密貨幣 還有投資NFT等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TVB藝員鄭俊熙是近年新一代的演員 另編商也做過安樂窩的固定主持 也拍過不少電視劇 包括18年後的終極告白 據報他今天被帶上黑色頭套 到元朗南坑村協助調查 看來都高度重視 據報他也是詐騙集團成員之一 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另編商JPEX的案件 較早前被捕的林作與陳怡 林作開過記者會 陳怡說自己去了日本旅行 不過近幾天的行蹤怪怪地 越來越多人關注 究竟陳怡是否走了 還是否回來 最新情況說到陳怡繼續潛水 Youtube直接給其他人管理 甚至發貼文罵爆陳怡的支持者 即是那個暫時管理著陳怡Youtube頻道 那個人 就開貼文罵陳怡的支持者 就說姨姐以前派錢 派100萬的時間 個個都來拿 結果現在陳怡落爛 個個只想問他拿錢 大哥 人家是根據你的推薦 去到你那間的找緣店 投資加密貨幣 血本無歸 找誰問當然是找你 為何要罵支持者 據報現在Youtube的陳怡頻道 好像是不給留言 所以見不到支持者的反應 另外雖然較早前 較大陳怡的群組被刪除了 但又好像據聞 開了另一個群組 陳怡本身相當支持政府 連日來的事態發展 說到他現在好像不在香港 究竟他的立場會怎樣 以及究竟跟隨著他 投資過加密貨幣的人 最終又何去何從 各界都關注 零邊雖然也說說本地的各大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港女路慎 在啟德新的商場 AIRSI 說食串燒超穩品 30元5粒肉碎 網友就說看到照片好像廚餘一樣 報導機內文看到了 啟德站新開幕的大型商場 AIRSI 說裡面除了是戲院 文藝手作店 寵物用品店之外 裡面最吸引莫過於多間不同款式的餐廳 但是早前 有港女在Facebook群組 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上面 發天文露插 就說在商場裡面 一間中式餐廳 叫了五吋一共價值30元的黃牛肉小串 誰不知餐點來到的時間 竟然只見到五粒肉碎 份量少得驚人 事主還貼上一張美食照片 從照片當中 可以見到五吋的串燒 每吋的份量都較為少 每吋都只有一至兩粒牛肉粒 事主見到這樣 都不禁表示 以為是煲湯的肉絲 加上串燒的味道 也強差人衣 令到他露戚 餐廳超穩定 天文一出 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不少網友見到事主 所貼的串燒照片 都表示 我見到你那條 剛柴烈火的肉 真是好心酸 也有人說 好像廚餘一樣 有網友說 串燒之所以 份量少 是因為 人家賣竹籤 肉只是陪襯 即是串燒 近日二十元四粒燒賣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近日 啟德站 新大型商場 AIRSI 開幕 礦仔也走了一個圈 挺有趣 因為那裡有些展覽 講到啟德機場的歷史 又說商場跟機場飛行也有些關係 近日 有港女去到商場逛逛 吃商場裡的餐廳 結果超穩笨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喊串燒 喊了一碟這樣的東西 不過 五吋價值三十元 叫做黃牛肉小吋 究竟是餐廳穩笨 還是另有看法 不妨留過言 聊聊 另外也講講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五十一歲的網球王子 張德培現身 散發型老氣息 撞樣李秀賢 移美過後生活低調 報導機內文就提到 說近日 杭州亞運掀起各地運動員 不少運動員表現出色 令人更期待 明年奧運亞洲面孔 在國際體壇再創街跡 其實過去也有很多亞裔人 在國際體壇上做出好成績 而被封亞洲驕傲 其中九位公開現身的網球王子 張德培近日就在美國 一個網球場外 被當地華人捕獲 他大方應邀合照 獲讚非常親民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小時候 曠者都很留意張德培這個名 很厲害 那時電視就不斷說他打球 亦都很厲害 另外亦都拍過不少廣告 這些都是我們同年的集體回憶 近日就罕見曝光 看到張德培的近況都相當精神 我是邦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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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